对 无意识其实和这个潜意识 它们差不多是一回事 就是你看不见 就是你自己不觉得的意识 对对对 就是在你头脑里边 你平时觉得说我的想法呀 我的情感啊什么 你完全不知道说我还有另外那一面 他就认为说你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 但它对你的日常生活是有影响的 而且这个影响很大 你可能一不小心就干出了什么事 你觉得说这不该是我干的事啊 可能是你的这个潜意识决定的 哦 那你们不是那一派 对 我们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那我学的那个流派呢 更多的我可能会认为说 早就知道要这么干了 对对对对 弗洛伊德他这个很具体的很多说法呀 好像现在已经被当代的 这个很多心理学的洋气了 但是他的伟大就在于啊 打开了一扇门 是的 就告诉你啊 底下还有一层 甚至还有一层 是吧 当然到后来就你说这个 这个这个荣格 他可能他认为最深的一层啊 这也挺悬的 说叫集体无意识 什么叫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呢 它是把它放在了那个文化的层面 这块我觉得其实徐老师应该感兴趣 就他认为说有很多的 咱们这个很深层的东西 它是 可能是在这个文化层面上存在的 甚至是可能老祖宗的一些东西 你从来也没听过也没学过 但是那个核心其实是共通的 就好比说咱们之前聊过说 很多文化里边的人 他做梦都会梦到蛇 嗯 就蛇这个形象 它好像就是在很多文化里边 它都有一些特定的含义 对 这个可能就是集体无意识当中的一个部分 就是荣格说的那个集体无意识啊 我就好有 我打个比方 可能我这个浅见着实的哈 好比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口井吧 嗯 但这个井打到最深的底下 这个水是 实际我们在 就是心里最深最深的某个层面上 我们全人类是 共通的 共通的 还有很多讲的是民族 他有时候跟文化积淀 比方说按他的理论来讲 比方中国人 在文化积淀里边 就有他特定的一些 对 集体无意识 是 比如说 比如说对食品的真爱 饥饿 饥饿 记忆 见面打招呼 吃饭了没有啊 那这个 有的民族是 日本人是 你是不是健康 我们就是常年这个 因为其实东方 中国的民族是 在历史上是 最丰衣族时的 这个地方 但人口也多 所以有灾荒以后的 积淀到 吃饭比较重要 对 而且这种饥饿 可以变成 对所有资源的那种 焦虑 对 强 在雪拼的时候 那可能我也是其中一个 而且中国人 他不管去哪 他一定得种点东西 他对那个 泥土 他是 没错 有着感情的 种菜 他是有一万个小时的 驾驶经验 不是驾驶经验 一万个小时的咨询经验 这真是老四季了 因为我大部分的时候 我做的叫家庭咨询 对 现在一般这个家长 他舍得花时间 花钱 还带着孩子过来做咨询 一般只有一类问题 学习成绩 或者就是孩子不上学了 或者说这孩子什么 玩手机 网瘾 就他对学习这事 他就没兴趣 甚至是他跟这家人 就对着干 让你在家 完成一些很基础的 这个作业 也不做 逮着机会 他就开始玩手机 就是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家长就觉得 这孩子是不是有点什么 心理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你怎么办呢 我一般就是把一家人 都叫来 聊聊 一般开个家长会 开个家长会 聊聊 你怎么聊呢 孩子也聊聊 他是怎么回事 家长也聊聊 他们是怎么想的 就有的时候啊 家长他就老觉得说 是这个孩子出问题了 不爱学习就是个问题 也是因为咱们现在 整个社会的 大家都对这事很焦虑 那有时候我说 你真的耐下心 这个性子 你好好听听孩子 是怎么说的 就他不爱学习 他不一定是因为 他有问题 他也可能单纯的就是 他对比如说这个科姆 他不感兴趣 或者他更喜欢做的事 对或者是对老师 就是你听听孩子的想法 比如说很多家长 他说我这孩子天天 就是网瘾打游戏 我说你孩子玩什么游戏 有的家长他都说不上来 他说好像就那个什么 王者荣耀 孩子说我早就不玩那个了 或者说那你孩子玩这个游戏 你能不能告诉我说 孩子他玩这个游戏 他到底喜欢里边的什么 他在这里边 他在学什么样的一些本事 或者是培养什么样的一些经验 他说不上来 他说这就是电子毒品 还能学什么东西 就是很多家长 他其实根本没有机会 真的去听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想的 我们这个行业里边 有一位前辈 他说过一个话 就是那个家长就说 就说某某老师 我感觉你跟这个孩子聊得特好 能不能让孩子继续跟你聊 那个老师他就说 他说聊完了 能让我把孩子带回家吗 能让我养这孩子吗 你要能让我来养 那我跟他继续聊 关键是你不管聊到什么时候 你不还得你来跟这个孩子生活吗 对 他又回到了原来那个环境了 他不能是说 我在这让你感觉到 无限的包容 无限的温暖 然后我们这资讯就叫成功的资讯 因为你不管 就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你不管聊到什么时候 你还得回到你原来的生活里 所以他是得有那个好的体验 他也必须得停下来 不能无限制的聊下去 听完了 我爸找你的以后少了 那就是我不能再给你治了 我得走了 你自己管吧 你不是开药的那种 我不是开药的 你知道最近啊 这个我带我爸去看病 碰见一个北京医院的 这个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老大夫 一个老太太 还看咱们节目 然后呢 本来是给我爸看病 看着看着 把我这病给看出来了 老太太说啊 就说这个现在 比如说这个焦虑啊 或者一些什么 他说这个中国人呢 对这个药啊 有偏见 他说你看我啊 我就是吃这个抗焦虑的药 他说实际上呢 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有的问题 你就你与其用这个毅力啊 用道德啊 你扛半天 他说你吃个药 你马上就能感觉到那种放松 那种开心 他说我前一阵 我儿子那个回家来 他说这个儿子后来走了之后 他说我就天天伤心 老想着儿子就哭啊 就是老流泪 后来一想 哦对 他来了 我忘了吃药了 他说我又吃上 又好了 所以我就说 我说哎 你吃什么药啊 哎 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你这个觉得不快乐吗 我说有的时候啊 他说你不快乐 占一天里的一半时间吗 我一听他这个问题 就是你们的那个心理量表上的问题 然后他说 你还有爱好能让你快乐吗 你是不是对所有的爱好都没有了 我说我就是好像对工作的爱好在消失 回家还是很多爱好的 最后老太太说 那你 不是老太说 咱们先观察一个月好不好 再看看 你看 这就是我感觉到 有的时候东西方的观念 你像美国 我听我美国朋友讲 我觉得要不说西方有滥用药物的问题 是的 他们有另一个极端的 就是说 这个药是经过FDA的 是经过通过的 那么他就是能治 你有毛病 你失眠 你就吃安眠药 对 你焦虑有抗焦虑药 就吃 像咱们就觉得怎么能随便 我一吃药 吃药三分毒 对 我一吃药我有病嘛 对 很多人觉得我要拿到药了 我吃药了 我就真的是有病了 我之前碰到过一个 就二十多岁的一个年轻人 我觉得他很优秀啊 工作也就也很好 忽然给我写了一张照片 就他一堆药 说他得抑郁症了 我说 我说这 他就是 他只要拿到了这个药 你告诉他他有病 拿到了这个药 他就觉得我真是有病 后来我也跟他聊 我老 我跟他聊 我老觉得说 我说那如果医生叫你吃药 你当然了 你要去治疗什么的 但是我听下来呢 我说 你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被认同 就有种成 你有个成就感 我就是老 我碰到的 就是这个年轻人里头 有的跟我说 他要去什么 禅修 有的说要吃药 有的干嘛 我说 对我来说 我怎么都觉得 你们需要一个成功 就需要一个被认可 是这个东西 不然他们老觉得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 像上演员做派就好 有在你面前哭的吗 有有有 说着说着就哭 这个哭其实不算什么非正常 我反倒觉得能在人面前哭其实是挺正常 我其实很少会用奇葩这个概念去看人 我单纯就是会 因为就是干我们这行的 我们就是会去评估这个人他有多痛苦 或者叫做这个人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功能 他已经下降到什么程度 所以确实也见过一些很严重的 甚至严重到他可能他自己都没法来做咨询了 他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家人说 我替你求助啊 然后来找个心理咨询师 然后问问说怎么办 对 有一些情况是得吃药的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心理问题 它背后也确实有心 这个生理方面的因素 激素的水平要维持的 对对对 激素啊 神经地质啊 它是有这个因素的 所以那个药物呢 它就是刚好能够去在这方面起到一些作用 它其实都不是心理问题 它应该就是一个生理问题 对 只不过表现成了 要实际上针对的还是生理问题 还是生理的 我可不可以理解 如果他这个时候 比如说他谈了一个恋爱 他那种心理的激素水平就突然就高了 其实他又不需要吃药了 就如果他有这种正常的人际关系 这种心理上这种啊 能够有安慰的 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觉得这个方式是适合你的 比如说有的人 他对吃药这个时候他很接纳 他很接纳 就是说我吃药 然后我的状态就好了 然后我也不觉得什么有副作用啊 或者我什么担心 那很好 就是这就是他用来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 然后可能另外一个人 他说我觉得这就不是病 我觉得尽量不吃药 我靠运动啊 或者我靠什么跟别人聊天啊 我自我去调节 他觉得这样也很好 那我们没必要非得说谁的方法才是对的 我们就会说你们各自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 都可以 那至于说到了某个时刻 你觉得这个方法已经应付不了了 你说我想去再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方法 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 有没有人是这个应对社会人际关系 或者在公司里面压力很大 就是正常的这种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 他觉得这个心理上承受不了 太多了 这是来的最多的类型 就是他在人际关系里边 他觉得有压力 很痛苦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压力 我跟你讲 就是这个 人际关系给人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它真的是千奇百怪 小的 他甚至可以说是 我到了中午 每天中午 这个同事都会请我一块去吃饭 我咱们去食堂一块吃饭 他都觉得我这一块吃饭 我聊什么呀 我就觉得好像跟别人在一块 就哪怕是一个日常的聊天 我都觉得这个事很紧张 也有这种类型的 然后也有一些可能 比如说老板对你这个KPI 规定的太高 压力太大 我该怎么去跟这个老板去谈 他也是有压力 我把KPI听成PUA了 我就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这心理学者说说不平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对于有些词语 是不是给予了太大的滥用 就是你比如说我跟他说说 我说乙军 咱下次做节目 能不能怎么一点 给他提点意见 你PUA我 我都开始 我不知道怎么叫 这为什么叫PUA呢 我现在都不敢随便批评 哪个小孩了 我觉得他们 这什么叫PUA啊 PUA这个词 好像也是这几年活起来的 他其实一开始呢 他的概念叫做搭讪艺术家 pick up artist 那不就你吗 搭讪艺术家 我是搭讪 你是节目 他最早是一个 一个培训课程 是培训那个男孩 怎么去追女生 就是有一些男孩 特别害羞 不知道该怎么搭讪 怎么开口 他是专门有这样的 一套训练课程 叫PUA 但这个课程呢 他为了追求 那个效果好 他就是把那个 怎么去跟女生搭讪的 整个过程 变成了一个套路 而且那个套路里边吧 他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看起来 挺邪性的东西 比如说 你要故意去说他不好 然后你要先去 打击他的自信 自尊 然后你再对他好 这样他就对你感恩戴德 或者他就离不开你 他就有一些 这样的套路 所以后来呢 是出了一个事情 就说好像是某个大学 有一个女生 被他男朋友 这么对待 后来这个女生 是想要一死了之 然后解脱这段关系 所以大家就觉得 很震惊说 受过这么好教育的 这个大学生 他不就是谈了一段恋爱吗 然后那个男生 这样对他 他怎么能够把自己 就是毁到这种程度 所以后来这个PUA就活起来了 因为人们就说 这个男生可能用的这个东西 就是在那个课程里边学的 学的 PUA的这样的课程 我跟你说 PUA是偷换了概念 我说的PUA就是批评 指责 就是一个开玩笑 实际上 大家现在有时候拿这个 就是偷换了概念 不是真的PUA 你看 我就上心了 我觉得你就在PUA我了 我最早对他引起注意 就是我就发现 这个在李老师 可以有党演员的前置 他有一次我看做节目 我听那个主持人说 说这个PUA 你能不能给我示范一下 怎么叫PUA 他马上就变脸了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说这个话 对我有看法 跟杨迪 杨迪当时就吓着了 真吓着了 你会这套是吧 这套东西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它并不难 它其实还不是单纯的 这个批评指责 批评指责 有的时候是很正常的 一种交流 就是我对你这个事不满意 我就直接告诉你说 我对你不满意 应该怎么做 但是PUA呢 它其实 如果觉得是有一个核心的话 它这个核心叫做 让对方开始怀疑自己 产生自我怀疑 就对他说的每句话 甚至他的整个这个 人生观价值观 他都开始动摇了 就是在这一刻 就叫PUA 我又相信了 你是在PUA我 或者简单 你在文学小说的情节里 如果是按照 他讲的这个定义 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不是 比如说一个师长 一个长辈 或者一个爱人 那么你们两个在一起 他开始跟你讲 他的人生观 于是呢 他让你感觉到了 你绝今世而佐飞 他让你感觉到了 我的以前是有问题的 我错了 于是我准备重新做人 那么我怎样重新做人呢 我还是要多听听他的 这种关系 到底是良性的 还是劣性的 其实其核心呢 是心理暗示 这种人跟人关系的 这种控制 实际上目的是操控 或者说manipulate 就是说 这个暗暗地操控 你的这个情绪 让你觉得你是 你是错的 这种方法 一直有 总而言之是 让你怀疑自己 让你然后接受他的劝告 可是他这个分不分 有预谋的和无预谋的 就是 这里边我觉得 最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 这个当事人 他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叫停 他能不能离开这段关系 天 其实如果说他说 这个事儿 你讲的也很对 你让我去想一想 就是他是有一个主动权的 我们一般不会 把它叫做POA 那什么情况 比如说他说 你讲的这个东西 让我挺不舒服的 你不要再讲了 然后对方如果说 他说你为什么不舒服 你不舒服 这还是代表着 你这个心里边有问题 你今天就不能走 你就必须在这儿 给我把这个不舒服 给克服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 操控 他对这个人 就开始形成了一种 他没得选嘛 他只能留在那个地方 包括像有些传销 他的那个最重要的 一个控制手段 就是你就在这个房间里边 你不能离开 对对 我参加过 你怎么会参加过这个 这个 收到一个通知 说我中了一个什么奖 中奖 送客厂 可以在南洋的 什么海边的酒店 可以免费住 一个星期之类的 那我就去了 拿奖的时候 就告诉我 你可以买那个 别墅的房间 然后你买了以后呢 你拥有全世界的 他的连锁 他给我看 是阿根廷的 这个是秘鲁的 这个是巴西的 你都 你每年夏天都能住 就做这个东西 然后你要 当然你要花多少钱去买 开始我听听买好 后来我发现 不对 这个天下 没那么多的好事 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 这一样的说法 我说非常好 非常好 让我想想 等到我说出 让我想想 我才发现 你是不能走的 你在一个大厅里 这个大厅 很多人做的 很和善的 这些推销员 穿得很时髦的 男的西装女的 什么 这个 你是不能走 你这两个人 讲不完了 他换两个人来 跟你讲讲 再两个人 我后来发现 我像被绑架劫持一样 软镜 他就是你看 你如果这个不买 你不买一流的别墅 那你可以买一个 apartment 或者买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 我就有反感情绪了 我就什么都不买 你再给我便宜 你那个免费的 我也不要了 机票我也不要了 对吧 我啥都不要 我浪费了这个时间 他还跟你纠缠 我觉得基本的形式 就是这样 核心这是哪里呢 你讲的那个PUA 跟我们讲的 比较好的思想工作 或者心理疏导的区别是 它是要目的 它是为了目的 要改变你 操控你 那么另外一种 像他们以前 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它不是目的 它是过程 就我给你这段时间延长 延长了我多收费 但是我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知道发现一些问题 但是我不对你最后会变成怎么样 承担一个什么责任 这并不是你的主要 但是另外的你讲的那个 你说谈恋爱的那个特别的方法 跟以前的所谓洗脑过程啊什么 那是目的 这是目的 这是分别 那你比如说你这个教授 和你的学生之间的关系 你不就是改变他吗 不 他原来对文学的见识 可能是幼稚的 你打破了他 然后你教给他新的见识 第一 我只是告诉他 你怎么样写文章 可以拿到好的分数 至于你愿不愿意这样写 你是怎么样看法的 这个是你的决定 而且我们的专业更重要了 一切都告诉他们 我们讲的 哪个专家讲的 谁谁谁权威讲的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的 所以就算这个学生 如果很不像话 比如他一直不来上课 考试也不来什么 那很简单 我们就按照 就不分合约嘛 我不负责他的全部人生的 他要怎么样 我是没办法的 他可以跑来说 我家庭有什么困难啊 我有什么问题啊 我说也无法完成 那我一点都没办法 我连他那个 疏导的工作也不做 我只是告诉他 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 但是我劝你尽量 那我可以帮你忙 这个给你延期 这样写 我觉得他写的方法不对 我就会告诉他 你这样写的话 拿不到好分数的 对不对 你大概我也不能带你写 但是你大概需要 怎么怎么怎么 我不会改变他 我没有目的 我的目的只是在我们的合约关系 我的教书的责任 跟他学习的责任之间 我们履行这个合约的关系 而且还希望清除于蓝 而胜于蓝的 他能够突破老师的框架更好 是吧 你看啊 听一些太太就会讲 比如说这个 他觉得他跟他的老公沟通有问题 就是比如他老公可能说他做菜做闲了 他在他老公看来 你少放盐就行了 这是个解决的问题 但是对太太来说 他会觉得你是打击我 比如说这个太太跟老公讲 今天这个碰见了什么事 单位里比如说义军对我这个不好了 但老公就说 我告诉你一二三 可是太太觉得 我不是要给你征求办法 该怎么解决我自己知道 我只是需要你听我说一说 就是说啊 有的人对于批评 就是你说我不好啊 我能滤掉你的那些情感信息 我能比较理性的想 你说的对不对 我这事是不是错了 这是第一 你对我的态度 是第二 但是我发现啊 就是你 你感觉到的 这个人指出的 不是说这个茶杯 你没做好 而是就是说 为什么被别人批评了 就觉得自己全面崩溃了 嗯 Nothin personal 就是说你觉得 他是针对你 而不是讲这个事 你就会生气 很多生气的情况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不对 如果你只是讲我 这件事情 那没关系 中国的这个人情复杂 很多时候不会直接讲事情 讲事情的话会怕得罪人 所以一般讲的时候 都有一个人 人际关系的一个 一个一个条理 另外还有一条很重要 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诀窍 就是一个事情如果有问题 你去指出的时候 要先当病人 再做医生 社会的事 人际的事 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当人说什么什么 不对的时候 都是从医生 对病人的态度出发的 比方说对一个小孩 他说他打游戏机 他父亲就是医生 对不对 他这个是不对 有问题了 但是他不会站在 他这个小孩的立场上 你要设想你是个小孩 你为什么回到家里 功课不想做 就在打 游戏呢 他不替他去想 你看他不想病人的心理 直接来做医生 谁都是指责一个现象 这个看不快 那个看不快 文学也是这样 很多作家写一个社会现象 都是觉得社会病了 这个人物病了 我们要提出一个药方 对不对 我就觉得 先做病人 再做医生 或者至少你设身处地 觉得你是一个病人 然后你才想你的药方和医治 这样会比较好 徐老师可以来干我们这行 但是可是现在网上 不就有个很流行的帖子 就讲这个事吗 就说这是什么大型PV现场 就说那些老板们都点赞 给员工罚 就说对公司应该感恩戴德 因为不容易在疫情期间 给你发工资 就是您说的 但人家就说这是PV 我讲的正好相反 我的意思是说 你老板你来批评员工 不替公司着想的时候 你是站在老板的立场上 你要是站在一个员工的立场上 理解他为什么抱怨 时间这么长 加班什么什么 你老板的态度就会有变化 人很难离开自己的立场去 替别人想问题 这个是一个前提 但是人 你仔细想想我们这个社会 你听各同意见 你如果用我刚才的简单法 你去看看 医生多病人少 而实际上呢 当然是病人多 对不对 医生在这呢 咱们仨都是病人 对 可是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人性啊 真的是我们要明辨是非 但是这个是非啊 又相当的复杂 比如说啊 乔布斯 你承认不承认 压力也是动力 当然 这个乔布斯 有没有POA的性质 当年就是在苹果的时候 不都是他的 当然咱们都看书看来的啊 就要有一种叫 现实扭曲立场 我也曾经经历过啊 比如说我的老板 或者我的上司跟我说 我说这个不可能完成的 他说一定要完成 今天晚上一定要完成 哎 这些他们就说 这个乔布斯 就是用自己的意志啊 他给他的这个员工就是 但是呢 当他的员工 受到这样的压迫的时候 奇迹有时候也会出现 就人的潜能 就你刚才讲 他也就是完成了 有些行为 我们该怎么来看待他 他是魔鬼 还是说 他确实能够带来人的超越 飞升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 有一个事啊 他说叫有限责任 这个有限责任呢 如果用心理学的 这个术语来讲 就是要有一个边界 要有一个边界 我觉得边界之内 和边界之外 可能我们得需要用 两套标准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我看有一个 应该是有一次 岳云鹏 好像去哪演出 说是他这个 上台之前 突然收到一个噩耗 说他父亲过世了 对 然后说岳云鹏 他就在那个舞台上面 他还是在强颜欢笑 就是继续逗观众开心 因为这事跟观众没关系啊 他们花钱买票了 还是得逗他们开心 但是他一旦结束了 这个演出 立刻他整个人就崩溃了 他就说这个 我不孝 我不孝顺 你一刻要回去 就是这个故事啊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 代表的是什么 是边界 刚才杜老师你说 我们这个心理咨询 能不能一直做下去 我觉得其实从心理咨询师 就我们这个职业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也不能一直做 就是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中 到了这个中 我就不再是心理咨询师了 那是什么 我是我呀 我得回到我自己 就是下班了 他也回到自己 不然是家长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说在一个边界之内 他是在那个职业角色里边 我去逼他 我去让他去激发潜能 让他去承担可能他 难以承担的 难以承担的东西 但是我们必须得要清楚说 这个事是有限的 不能把这个延伸到 他的整个人生当中 对 我觉得您说的 这个边界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施压者 我觉得这个施压者很重要 就是你得了解 你施压的那个对象 了解你自己和你 你施压那个对象的 那个边界 我觉得像乔布斯 或者你碰到的情况 那个人可能 他这个施压者 他知道我压到这儿 会产生什么情况 而不是说 我们广泛地说 只要那么压都行 这个其实 就像现在大家有时候说 什么佛系养娃 我老觉得 就很误会这个词 佛系是什么 佛教人家说 观其根性而杜错之 我得要知道 他是什么情况 我对症下药 我根据他的情况 我来施压 他有的人 你就是 你给他这个压力 他可以变成更好的他 有的人 你就是不能碰这条线 所以我觉得 这个施压者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 POA这个概念 不能滥用 但是类似的 这个调调啊 我觉得都曾经感受过 很有意思啊 当人被摧毁的时候 你容易变成 他人的工具 对不起 谢谢大家